19岁中国女留学生在新加坠楼身亡 近日有网媒称案件疑点重重 并暗指新加坡警方匆忙行事 新加坡警察部队发文驳斥不实内容 综合媒体报道 在新加坡一家国际学校念书的中国籍学生李佳轩 上星期四5月23日在一家公寓被发现坠楼 虽然警方初步调查排除他杀 但是父亲无法接受女儿死讯 声称案件充满疑云 死者有人则指死者想不开 或与父亲家暴有关 事件持续发酵 引起国内外不少网络媒体转载各种内容 新加坡警察部队星期五5月31日晚间答复当地媒体询问时说 警方留意到网媒流传相关新闻 其中有网媒称 验尸工作还没进行 死者的近亲就被赶着办理后事 警方驳斥上述指控 并还原事发经过 警方是在上星期四23日早上约7045分接获报案 指玉朗西41接第31座发生一起非自然死亡案件 一名19岁少女被发现倒卧在一栋楼的底层 新加坡民房部队人员到场后宣告她死亡 由于死者父亲不在新加坡 警方通过死者的新加坡监护人与她取得联系 隔日24日 警方与死者父亲在炼尸房会面 并传达了初步的调查结果 在这起案件中 警方已排除她杀 但会彻底调查致死原因 警方也将在调查结束后 向验尸亭报告调查结果 警方指出 当时已向死者父亲保证 会定期提供最新的案件进展 他没有提出任何问题或投诉 一些网媒事后案指新加坡警方没有验尸 甚至还声称新加坡警方曾告知死者父亲 指遗体必须紧急火化 警方驳斥说 新加坡卫生科学局的法医 在案发隔天24日已进行验尸程序 死者父亲认领遗体后 自行安排后事 并于25日将死者的骨灰运回中国 对于死者的葬礼安排 警方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建议死者父亲加快进度 针对死者父亲曾向媒体申诉 女儿的贵重物品不翼而飞 警方说 正在调查相关指控 警方透露 死者父亲星期四30日再度回返新加坡 警方也与他见面 并进一步告知初步调查结果 例如电眼画面 警方也借此澄清 以对遗体进行验尸程序 警方呼吁公众 基于对死者家属的尊重和关怀 避免揣测 发表意见时慎重行事 据报道 死者在新加坡留学已8年 原定今年6月毕业 他在新加坡有男友 两人交往约半年 彼此是同学 死者父亲告诉媒体 女儿生前没抑郁情绪 也没有反常行为 针对死者朋友和男友 声称父亲曾家暴的指控 父亲回应时告诉媒体 只是父母正常教育子女 而非家暴 新加坡之音提醒您 珍惜生命 请给自己一个机会 新加坡原人协会 24小时热线 1800-221-4444 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 AWARE 1800-777-5555 妇女援助专线 新加坡原人机构热线 SOS 1767-24小时 关怀短信 CareText 915-1767 关怀辅导中心 1800-353-5800 心理卫生学院 6389-2222 新加坡心理卫生协会 1800-283-7019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新加坡之音 您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操入 月 birth 有 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